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呀 那就多買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歡迎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我和袁大榮自然療法醫生 會繼續和大家分享一些自然醫療的資訊 最新發現 幫助你和你家人能夠認識到多些安全又有效的自然醫療工具 能夠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HelloDiana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今天是醫食同源篇 會介紹一種我們常用的食物 就是橄欖油 我們香港人一般都會應用在煮食 比如攪沙律 有時去餐廳吃飯的時候 我們也會用黑醋 橄欖油混合去點麵包 代替牛油 是的 所以說相信香港人都很熟悉橄欖油 是一種很普遍的煮食用的食物油 還有食物的油 橄欖油其實可以說是原產地在小亞細亞和敘利亞 當然它是廣泛培植在地中台一帶的國家 包括南美洲的智利、秘魯和南澳洲 橄欖油本身可以說是在古埃及 都是當是一種具有上天的力量的一種醫療工具 雖然橄欖樹可以說是原產在亞洲 但是過去三千年來 在地中海的一帶的國家 都是有很多培植、種植、橄欖樹 而橄欖通常是用來做什麼呢? 都是用來做橄欖油的 橄欖油怎樣做呢? 橄欖油通常是用橄欖去核 然後把橄欖硬到變成很厚的漿 然後將那些漿的壓榨抽取那些汁 把這些汁液再用一個離心器 將水和油分隔 橄欖樹本身是一種很堅韌的 很捱得到植物和惡劣空氣的環境 一种植物来的 可以说它可能一年里面 如果是完全没有水的话 它都可以存活的 它是一个很熬的 本身也是一个挺漂亮的树 希列的亦有位叫河马 哲学家 他形容橄榄油 叫做黄金的液体 黄金叫做liquid gold 古希列的那些运动员 通常习惯将橄榄油塗在全身上 相信我们香港 有时候去看那些健美先生 看到纳纳令 我相信他们应该是塗橄榄油 因为这个一直是一个运动员的传统 原住古希列 当时那些运动员 通常全身在运动之前 比赛之前 塗满了橄榄油 当然你可以有保护作用 但没有那么容易磨损 也是没有那么容易被气候的因素 是损伤皮肤的 好了 在古希列和罗马那段时间 橄榄油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暢销的货品 也有很多的船隻 建造的船是特别用来混在橄榄油 由希列去沿岸地中海一带的地方 我们常用橄榄油 其实它的营养价值是怎样的呢 橄榄油通常是一个抗氧的成分是非常非常高的 橄榄油可以说有77%是属于单不饱和脂肪酸 而14%是饱和脂肪酸 而9%是多不饱和脂肪酸 当然加上植物的胶质和维他命E 这些维他命E在橄榄油里面 是属于一种叫做抗氧化剂 在单不饱和脂肪酸里面 就是没有那么容易被氧化 就是没有那么容易所谓抑 或者一般的油 你知道 尤其那些多不饱和脂肪酸 它是很容易抑 但是橄榄油主要是一个单不饱和脂肪酸 它内容可以耐于储藏 没有那么容易被氧化 其中有一种叫做油酸 是主要的单不饱和脂肪酸 在橄榄油里面可以看到 橄榄油有什么作用呢 在内服方面 我知道橄榄油可以刺激我们身神代謝 增进我们的消化 和润滑我们的黏膜 也可以在外用 当然是干燥的皮肤 可以塗橄榄油 和暖的橄榄油 塗在皮肤上 可以帮助我们舒缓内部部 或者外面的炎症 可能因为受伤 可能不同的疾病 在我们的很多时候 我用了一种 像小孩 小孩 小孩 瘦 吃东西不好 不长育 在古时 很多人 用橄榄油 和小孩 做按摩 全身按摩 帮助他吸收 营养吸收 帮助他增重食育 按摩 据我所知 古希臘的医学之父 希波格拉底 他用橄榄油 来处理 烧伤 耳朵 发炎 其他很多症状 都可以用橄榄油 去处理 袁医生 可不可以详细 和我们讲一下 究竟橄榄油 有什么医学 医学療校 虽然 我想要提及 医学之父 就是希波格拉底 其实我们今时今日的医学院 都是有一种叫做 希波格拉底的誓言 所有医生 毕业的时候 都是要宣誓 用他的 叫做 Hippocrates oath 做一个宣誓 希波格拉底 是一位 二公元前 四半年前的 一个医学家 今时今日大家都公认 他是做医学之父 其实希波格拉底 当时曾经 提及了六十多种 疾病 或者毛病 可以用橄榄油去医 曾经所提及 橄榄油 可以对那些 蛔羊 腸胃炎 也都橄榄油 就当为一种食物 可以帮助我们便秘 帮助我们的腸壮 维持一个好的状态 也都可以帮助我们 减低我们的血压 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地中海地方的人 其实他们 虽然吃很多 所谓油来的东西 动物的东西 脂肪高的东西 但是 他们因为吃很多 橄榄的植物 橄榄油 包括橄榄盐 在医病 其实他们的健康是一般来很好 高血压的问题 三菌油脂问题 心臟病问题 比一般的其他国家 是比较少的 所以你都看到 其实很明显 这个食物 对他们来说 对他们的健康 是一个很好的保障 是 是 袁医生 那你可不可以具体一点 说一下 究竟 橄榄油有什么 应用方法 例如 好像 暗瘡 相信很多人都会 有暗瘡 这个问题 原来橄榄油 可以消减 或者消除 或者减低 那个暗瘡 橄榄油 也可以 黑头 帮助对付黑头 我通常怎么用呢 我用橄榄油 用橄榄油 加少许盐 来磨皮 这样用的 当磨砂 一种磨砂 那这个呢 就会 减低 和处理到 这些 所谓黑头 或者 暗瘡的问题 那还有 有很多人 怕油 油 会不会导致 皮毛孔 会堵塞呢 其实这种 如果你用橄榄油 加盐 来磨砂 其实 不会有这个问题 好了 还有一种老人痴呆症 大家知道 这个这个问题 很多 越来越多人关注 也得越来越多 老人家出现这个问题 那 发现呢 橄榄油呢 可以改善他们 那个 那个记忆力 那也有很多研究 发现呢 橄榄油呢 可以预防 甚至乎呢 扭转 那个记忆力失去的那些 那些 这个多数呢 是在这些 奥塞马 的老人痴癌症里面 是经常出现的 那他说呢 腸食呢 其实可以预防 以及可以 甚至乎可以扭转 这个记忆力失去 失去记忆力的问题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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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涵 那 那 这 可以当心免 是抗脆脑的工具来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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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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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宜、C、D和铁质 橄榄油最重要是 它是帮助我们身体维维高水平的维他命E 因为维他命E可以说是在我们的抗衰老里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维他命 维他命E也是抗氧化剂 所以维他命E的橄榄油是一种抗氧化剂 还有就是因为我刚才也说过 因为它是一种叫单得把和脂肪 它是比较稳定一点的 没有那么容易被氧化 其他的油有时候你没有加防腐剂 防氧抗氧剂很容易就去益 橄榄油是内剂很多的 所以你很多时候很少是有机会 吃到橄榄油是益了的 但是其他其他的油 那些所谓植物油比较不稳定的 就很容易变益的 那当然它们能够防抑 也代表它们对付 没有那么容易产生的游离肌 这些游离肌出现当然也会 伤害我们的细胞膜 还有就会制造很多其他的疾病 好了,关节炎了 那发现如果经常用橄榄油 是会减低那个 类风湿关节炎这种的毛病的 那一种单不饱黄脂肪酸 尤其是用一些高质素的橄榄油 那就会帮助一些有类风湿的病患者 因为它可以减低那个炎症 那这些脂肪呢 也都可以减低那个 关节炎那个症状的 所以如果那些人是有类风湿的那些 记住多些饮食用橄榄油 那我大家有时候都看电影 在我们拍到地中海的地方 我通常拍到那些人物 很多是老人家 很多时候一般那种惯性 一影响地中海 都可以一些老人家 在果园里面做事 那你都看到 这些老人家是很互弱的 可能关节病又少 心脏病又少 另外一方面就是酵犬 那我们知道 单不饱黄脂肪的里面那些油 会帮助减低酵状的炎症 那可以说呢 经常使用橄榄油呢 亦都可以减低酵状病发作的 那个机会的 好了 乳癌 那那个油酸 是一个主要的单不饱黄脂肪里面 是在我们叫做Extra Virgin Olive Oil 第一层炸出来的橄榄油里面 所以很重要的 买橄榄油呢 记住买一些好一点的 很高质素的 我们叫做Extra Virgin Oil 其实基本简单来说 是第一层炸的油来的 那这个呢 是会减低很多我们那些 所谓那些癌症的基因的 可以压制它的 那是会减低我们那个乳癌 就是那个 那个流肿的成长的 很多时候呢 就是似多乳癌呢 对女性来说 都是一个常遇到的癌症 那我们如何预防乳癌呢 除了长期服用呢 我过去都提及呢 可以用一个 用橄榄油和按摩乳防 就是在码冲完凉之后 那你就可以用橄榄油 在按摩乳防 就是打圆轻的按摩 就是推动它 就是推动一个淋巴的推动 那这个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那当然啦 这些橄榄油塗在皮肤里 也可以帮助皮肤 没有那么容易露化的 橄榄油呢 亦都可以减低 心血管那个问题的风险的 那你也知道呢 在这些地中海地方的人呢 心血管的问题呢 是比较少的 相应对是少的 那为什么呢 橄榄油呢 会令到我们的动物呢 血管呢 是比较多些弹性的 那吃多少呢 其实呢 我只需要每天吃大家两汤匙 一天呢 就可以足够给你抵御 那个中风和心臟病 大家两汤匙 两汤匙很容易用到的 是 比你吃食物沙律 喝汤水 比如你平时煮东西 都用那个橄榄油 或者甚至乎最简单 橄榄油加黑松 或者爆砂 麦粉 那这种可以代替牛油 可以搽面包 好 接着说胆固醇 橄榄油里面呢 是含有 我叫做多酚 Polyphenol 那这些多酚呢 也都会帮助呢 是令到你那个低浓度 减固醇呢 是 维持在一个健康的水平里面 这些不单飽黄的脂肪酸 在橄榄油里面呢 也都帮你减低那些 所谓低浓度的 所谓坏的胆固醇呢 也都不会 影响那些所谓好的高浓度的胆固醇 或者胆固醇 或者三斤油脂的水平 那 我们可以 尽量用橄榄油 是代替一般用的牛油 有些都用牛油煮食 牛油茶麵包 尽量代替 或者其他植物油来煮食 比如香港一般人 用花生油 粟米油 其实橄榄油 是远远比这一类的油 当然 用沙律油 对吧 还有很多的食 沙律 做三文治 那时候呢 其实我们都可以多些 用这个橄榄油 好了 知道了 化妆品 我也同意说过 今时今日 始终化妆品的销路 是全世界的那么多种产品里面 是最高的 是 就是更高于医疗方面的费用 其实呢 我们可以用一些自然的 我叫做 唇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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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用它 也可以做 我们叫做 眼影 也可以用一些橄榄油 那 因为呢 橄榄油 可以说是可以做一个最常用 最好的底油 是 就是做什么都好 你混在橄榄油那里 那里呢 比如加一些天然的草药 天然的粟素 或者可能那些蜂蜜之类之类 那你混在这些呢 你可以做 那个纯彩的 lip gloss 这些是一个 天然的化妆品 好了 那接着呢 就讲肠癌 大家都知道了 肠癌 已经快会成为第二大 第一大的杀手了 那 其实呢 橄榄油的应用呢 是可以 去减低 那个肠癌的风险的 那橄榄油里面的 我们叫做 多粉 polyphenol 那它可以呢 就是直接呢 是 是附在那个肠 那些肠壁那里 那里 会减 就是会阻挡这些 痣癌物质 那个途径 进入那个大肠的 那好的橄榄油的 好处呢 也都会减少 那个胆汁那个生产 就是进入 我们的消化度那里 那里呢 那也都进而呢 是 防止我们的肠癌的 好了 便秘 那相信啦 橄榄油呢 有很多人都会用的了 一之后起床呢 用一茶匙的橄榄油 加一些柠檬汁 在胸腿里面服用呢 其实呢 可以做一种 就是 就是 预防或者治疗便秘这个问题的 那也都有一些人呢 就用那些 用那些 灌肠袋呢 灌肠的液体呢 那通常呢 用5盎司的橄榄油呢 加20盎司的滚水 那来到 来到混合它呢 那就做一种 灌肠作用的 也是一种 舒缓 就是舒缓便秘 就是不是直接用那些 干净的 的温水 你可以用20盎司的滚水 可以混合5盎司的油 那当然呢 不是直接灌肠 它等它滩度到和暖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做灌肠用的了 好了 在糖尿方面 那我发现呢 橄榄油可以 帮助或者预防那个糖尿 那 那 主要的原因呢 我知道了 以前也提及了 那很多的食物呢 会令到我们那个 我们的大肠脂肪聚积的 那大肠脂肪聚积呢 会产生很多炎症呢 会令到我们血管硬化呢 那也都会导致 我们的糖尿病的 就是乙倒数的抗拒呢 那就是很容易呢 是导致我们 第二型的糖尿病出现了 那 橄榄油呢 是可以减低这方面的 腹部的脂肪聚积呢 那也都会去减低我们的 预防和处理那个 二型的糖尿病了 好了 有些人的皮肤很干 有时候有些人呢 那个 就是脚体很干的 干到裂的 就是它 不知道它是个体质来的 又不是香港的 香港环境应该 已经够了湿润的 是吧 但是仍然有很多人呢 就脚皮肤干到 直接裂的 就是脚底 脚根的皮肤是裂的 那我知道了 我们可以用一个 作为一种橄榄油 譬如均等的分量的橄榄油 加蜜糖 或者甚至乎 你加一些糖 加一些柠檬汁 那就是 将脚去浸这些 暖水 来浸浸 那样 接着呢 就用一些 水 水 混油 橄榄油 混水 当一种 emulsion 液体 来浸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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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呢 当皮肤干 有些人那些 就是有些是体质性的 皮肤是干到裂的时候呢 那它用这个 就是实际所说的 加一些 加一些糖 或者加一些蜜糖 加一些柠檬汁 来浸水 或者浸脚 接着呢 就拿一些橄榄油 混水 来做一个emulsion 一种乳液 来处理这些 皮肝的这些问题的 好了 耳朵问题了 那我都知道了 很多时候呢 十元仔呢 就突然之间半日生间 就中耳然发作了 哇 痛得很厉害 中耳然发作很痛的 那你知道了 你 就是一般家庭里面 未必有 有 有处备一些 譬如同学疗法的疗剂 虽然我和大家 都 都 呼吁了很多次了 其实 同学疗法药 应该是每个人 每个家庭 都应该常备的 是 同学疗法药的好处呢 它是不会过期的 是吧 所以你 十年八年 二十年都一样用得 你不会浪费了 但是呢 很多时候呢 如果你是没有这些 同学疗法的工具 遇到中耳炎 那其实真的很痛 或者呢 或者那个耳朵 那个 失去很多 很多些 可能一些耳屎 耳油 多 那我就用一些 暖了的监猫油 是滴在耳朵那里的 那 就躺在这里 让它浸 大概五分钟左右 那你想扭转头 将那些油 就可以慢慢流出来的 因为呢 耳油 耳油或者耳屎 你拿水冲它 就 它不会溶在水 所以不是那么容易 就是走出来的 但是你用油呢 就容易一些了 那所以很多屎面那些 所谓用冲耳药 耳屎那些 其实都是油的成分的 那我觉得 那为什么不用一些 吃得口的那些油呢 是不是 那所以你只是呢 就是呢 炖热点 拿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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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 加些橄榄油 拿个水 就是不要直接烧它 拿些滚水来炖热那些 那些橄榄油呢 那可以滴点到耳朵那里 等它停留五分钟 那接着慢慢等它流出来 因为油呢 可以溶那些 所谓耳朵这个问题 好了 那 十分之呢 如果突然之间 耳朵痛得很厉害呢 那我们呢 可以用呢 就用一个棉花球 浸多一点点橄榄油 跟着加五滴那些 就是那个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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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分衣草油 分衣草油 那分衣草油 香港可以这样做 最普遍最普遍的了 那你就可以呢 就放下去呢 那 那本身的油呢 其实本身 热油 热了的油呢 其实都有这种的 舒缓那个 那个 耳朵痛 耳朵感染的 那当然啦 有时候万一 你发现呢 可能会不会有些虫 那 走到耳朵里面呢 那 那用橄榄药呢 将它冲出来呢 这个是最好的方法 那 那 因为大家 都知道啦 我们近年来呢 香港很多人都懂得用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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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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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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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精华油很多时候就不可以直接用的 因为它的浓度很高的 本身也很贵的 一瓶石砂瓶也很贵的 如果你直接顺利的精华油 所以通常就要吸气 所以橄榄油是一种最好的 抵油 抵油是最有用的 所以你无论什么情况下你需要用 作为一个抵油的时候 也可以作为一种按摩 我自己出去按摩 有时候我去做脚底按摩 我通常都喜欢带自己的油 因为他们相信按摩地方的油 他们经常用的所谓的 baby oil 我不知道成分 相信我就带自己的好的油 安全 就是Extra Virgin的 olive oil 有时候我们要退去死皮 大家知道了 其实很多的SPA里面 很多的产品 帮你去死皮 但我们可以在做一种 非常之简单 安全 很便宜的去死皮的工具 我们就用橄榄油 用橄榄油 混合一些糖 或者盐 或者海盐 塗在皮肤上 慢慢做些 massage 这种是最好的 可以去死皮的方法 好 这一节时间差不多 转头回来继续自然了发与你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氏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气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气 生命之源 健康之全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回来第二节的自然了发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医食同源篇 是橄榄油的 刚才医生提到 有很多种方法去应用橄榄油 医学之父 西波格拉帝 有60种方法去应用橄榄油 除了刚才那些还有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 这个其实是历史悠久的工具 营养保健 可以说护肤美容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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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是医疗方面 也是价值非常高的 好了 我再继续和大家分享 在橄榄油 还可以有什么地方应用得到 你知道了 现在香港很多人 是买那些面膜 最常见的就是 所谓的胶原面膜 也有些是露汇的面膜 其实我们现在可以做这些家庭面膜 就是利用橄榄油 那怎么用呢 我们用橄榄油加上牛油果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牛油果 那我们用一些熟一点的牛油果 就是不要那么生的 变得它比较软一点 虎状容易一点 我将橄榄油和一些熟一点的牛油果 就将它混合成 变为一些浆 就将这个混合物 慢慢涂在我们的面部 或者其他你需要美化 或者延轻化 或者需要滋润的部位 都可以溶在这里 那么呢 就浆了之后 就等它浸大概15分钟左右 那才将它冲走它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非常之有效的 大家可以再试的 那还有一种的做的面膜 就是除了用那个 那个阿祸卡道的那个之外 那我们可以用用蜜糖的 一匙蜜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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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匙蜜蜜油 那也都是涂在面部 等它大概等15分钟左右 那接着呢 就用一些暖水 就将它冲走它 那这个是一种很 很天然的安全的工具 那我经常都很讲及呢 皮肤是一种 是一种气冠来的 是一种吸收的气冠来的 那就是会让身体的液体流出流入 那很简单 如果我们去海滩游水 游得太久呢 我们会发现手是抹着皮的 对不对 那代表什么呢 其实我们身体的液体呢 那些水分呢 都是我们的皮肤那里呢 因为浸着一些浓的海水呢 那我们呢 其实那些水分呢 流失了一部分 那所以皮肤是一种活的 透气的气冠来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尽量呢 涂在皮肤那里呢 最好呢 就用一些是可以进口的东西 是 最安全呢 就是防止进口的东西呢 你才涂在皮肤那里 如果很多是平时不能进口呢 其实呢 尽量都不要涂在皮肤那里的 那所以我今次教过 用橄榄油啊 混那个牛油果 或者橄榄油呢 混那个蜜糖呢 那种护肤呢 是非常之好 是一个面膜 还能吃的呢 没错啦 那 好了 那也有时 有些人呢 就那些 发现自己指甲呢 很薄的 就是很薄的 很容易 很容易裂的 那有些什么方法呢 可以帮助你 就是加强指甲呢 那当然呢 那个 营养是一个很重要的 那很多时候是我们的蛋白质 和是星 这两种的营养 它帮助我们 就是 建立一些 强一点的 坚固一点的 的指甲 那 那如果我们发现 我们的指甲真的好 很薄 很软弱的 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那我们就用一些 橄榄油浸它 就是用三 一份的 三份的 暖的 和暖的橄榄油 是 混合一份呢 是鲜榨的 柠檬汁 嗯 那 每晚呢 就拿个 就是浸 就是拿手指的指甲呢 是浸口 这些这样的 混合 就是油加柠檬汁 是 那浸了之后呢 就再带一些 棉质的手套 就是现在 香港都用空洋 买到的 那些白手套 棉质的手套 那来到 让那些油 是自己去滲透 进去的 就是过晚这样用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你慢慢地 你发现那些 指甲呢 就越来越强 是没有那么容易剥落 和 没有那么容易是 就是破裂的 嗯 那这些料呢 现在很多人都是 喜欢做那些 假甲 是啊 它们用很多很多 的化学物 其实是 多少化学物成分 存在的 那所以呢 你为了 就是平时都要 保养的指甲呢 那其实呢 可以用这种 简单的 用橄榄油 柠檬水的方法呢 浸了之后呢 等它过夜 好了 胡枯 应该就是 它既然能够 令我们那个 加强的指甲 没有那么容易 软脆呢 那我们其实 头发一样的 可以令到 我们头发更加柔软的 嗯 那古代很多的 那些 那些 所谓 美 就是出名的 美女啊 人士啊 或者那些战士 都很多时候呢 都可以用橄榄油呢 来到 就是 整理自己的 那些头发的 那 亦都可以 防止 头发脱落 那我就用橄榄油呢 就按摩 每一晚呢 就按摩 那些头皮 那我每晚呢 就可以说 连续七晚那样做 那 那 将油按摩头皮之后呢 那 就等它是 流过夜的 那 那简单来说呢 我们戴一个 那些 我们叫做 浴霧 那 粒住它 那就是 不会令到枕头 那当然 那当然 安全一点 那枕头呢 拿块 毛巾 那 那你就可以呢 是过夜的 嗯 那 有些人可能不喜欢 戴浴霧 因为戴浴霧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你可能呢 就这样 拿个 那些毛巾呢 保护着枕头 那你自己呢 就是浸过夜 到第一早上 才把它 冲洗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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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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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中海地帶的人,心臟病中風的問題比其他白種人格少 橄欖油很明顯可以幫助減低冠狀心臟病的風險 也可以保護血管壁,減低血管硬化 如果男士吃起碼兩盐橄欖油,心臟病發會減低82% 比別人從來不吃橄欖油的人 保護作用在醫學臨床上已經證實了 還有一個消化毛病 我們知道橄欖油裏面有一些植物的黏液 是幫助保護我們的消化度 亦都幫助我們的消化度本身 怎樣用呢? 我們在胸腹裏面進食一湯匙的橄欖油 這個會刺激我們的消化 亦都會舒緩胃的不適 或者放屁多,或者深火性的深熱 黑暗液,這些消化問題 還有橄欖油可以當作一種 lip balm 就像唇膏一樣用 珠涼的唇膏 用橄欖油混合同等份量的風蠟 有些化妝店可能都有機會買到 當然用小的玻璃瓶 製造了之後 平時用手指尖來抹 用一種塗天然唇膏 按摩油 橄欖油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按摩油 可以單獨用 亦都可以當作一種抵油 加其他香薰油 不同的香薰油可以發揮不同的作用 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例如加個安柱油 可能有些人有傷風 呼吸系統問題 有些發燒 可以嘗試用油加利 油加利 油加利 好 原來橄欖油 亦都可以幫助骨質鬆疏 這個問題 為什麼呢? 原來我們食物裡面 加橄欖油 會加多多酚 在我們的身體 多酚 是會有抑制 炎症 引致有關的骨質疏鬆 很多問題都是一種炎症的問題 如果我能夠有一種方法去減低這個炎的步驟 其實很多問題都可以解決到 所以骨質疏鬆的人都會有幫助 有很多護膚品 很多護膚品 由麵模 還有去死皮 也可以加一些橄欖油 无论原来的配单是怎样好, 加些橄榄油就可以滋润皮肤, 减低皮肤提早老化, 也都帮助皮肤减低, 没有那么容易出皱纹, 或者皮肤的松落那种问题, 只不过每天是加一些干的点, 或者我们的stretch mark, 有些孕婦, 孕婦30元之后, 其实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们的肚皮, 我们叫做stretch mark, 那些孕婦是会很多的, 通常我们都尽量教怀孕的妈妈, 在怀孕期间, 多些用橄榄油按摩皮肤, 或者做浸浴也可以, 在水里浸浴, 会减轻腹部的压力, 当然这些油也是直接滋润皮肤, 令到三分之后, 那些孕婦就可能不再出现了, 这是一种很有效的工具, 好了, 我知道呢, 我们做制造的那个肚子, 通常他们都是要用油的, 那现在很多的, 就是好些质素的那些, 那些肚子都强调, 它是用一些是用橄榄油的, 就不是用一些炸的那些植物油的, 所以有时候呢, 你去买那些所谓, 现在很多的做肚子的地方, 在香港有些油, 有些人做的, 就是教那些女士, 就自己在家製造肚子来买, 我叫做Cottage Industry, 就是本土的工业, 都可以用这些, 那如果他能够用一些好的橄榄油, 纯一点的橄榄油, 来做这些肚子, 那应该会更加好的, 所以呢, 作为消费者, 有时候都去看看, 他说用那些油, 用什么油呢, 如果他强调呢, 他用橄榄油, 就是说, 这间公司适合, 他懂得怎么做的, 好了, 那种风的问题, 也都是老人家上的很危险, 没有老人家, 我最近有个朋友, 就是跟我这样研铃的, 在度假期间, 做了按摩, 突然之间中风, 是很严重的中风, 被人都忐忑了, 那现在的人都是说不到话, 走到有困难, 那老人家, 如果在那个, 在食物里面, 橄榄油, 加粥多些, 那些人, 这些老人家, 那个中风会少一点, 所以这些很简单的食物, 很好用的, 那香港地, 现在夏天过了, 那样, 那样, 在我们很多时候, 在外面晒太阳, 那很多时候, 会晒伤的皮肤, 那样, 也都有时候, 那些人会塗很多些太阳油, 防晒油, 那样, 那大家也都说过, 给大家知道, 其实最近的资料发现, 很多这样的, 防晒油, 本身呢, 是跟太阳的紫外光混合, 结合了之后, 会产生那些, 致皮肤癌的物质, 那所以你猜都猜不到, 厄西都猜不到, 其实我以为, 我们来保护皮肤癌, 反而是制造皮肤癌, 那所以会不会这个原因呢, 是解释到, 我们的皮肤癌, 只要是上升, 虽然很多人都知道, 曬太阳, 以为曬太阳, 会导致皮肤癌, 那于是乎, 塗很多些的太阳油, 那反而这些太阳油, 本身呢, 会制造皮肤癌, 那这个问题, 这个资料上, 在医学上, 其他已经有很多方面的资料,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们不如, 就用一些, 用橄榄油, 做那些, 那些, 太阳油, 那很简单呢, 加些, 就是均等的油, 和水, 放入一个蜜蜂的瓶里面, 那样, 那样, 要用的时候呢, 就搓匀它, 那样, 来到, 来到用, 因为如果你不是搓匀它, 水和混合油, 是混合不到的, 你倒出来的时候呢, 很可能是水, 或者是油, 那样, 所以, 这是一种太阳油, 那样, 好了, 和维他命E, 那我们知道维他命E, 是一个, 一种, 橄榄油, 一种天然的维他命E, 就不是一种, 就是药丸, 那些, 很多的, 所谓的合成物的化学物, 做出维他命E, 是一些不同的, 那我们呢, 就发现, 我们每日呢, 只需要呢, 用大概两汤匙的, 的橄榄油呢, 有足够呢, 是补充我们身体, 每日所需要的, 维他命E的, 哦, 好了, 那, 还有一个地方, 我看到, 有些人呢, 可能是唱歌, 或者是老师, 成为教书, 那, 很多时候呢, 就说到喉咙都很容易干了, 那, 我发现, 原来很多那些, 那些歌手呢, 有时候呢, 用那些橄榄油, 做一种浪口, 嗯, 那来到, 就是在表演之前, 那麽多年来, 都是很怪的一个习惯, 那, 我和大家呢, 都分享过一种叫拉油, 或者是朗油, 是, 那, 其实呢, 我们可以试一下, 就用橄榄油都可以的, 那, 其实呢, 它的背后的效果是好多的, 那, 也都有一些, 已经翻译了的中文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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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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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呢, 那, ett, 用一汤匙的橄榄油 含在口中,就来到咀嚼,就是浪在牙床 牙与牙齿关 浪它大概20分钟 才慢慢把它吐出来 也可以做一种浪口的方法 可以帮助喉咙的滋润 原来很多歌手都用的 好了,最后再说一说 原来橄榄油可以减肥 是 你想想不到橄榄油怎样减肥呢 原来很多时候我们橄榄油里面 橄榄油是令到你很容易有一种 没有那么饿的感觉 很多人不吃牛油 他们总是觉得好像不饱那种感觉 如果你用橄榄油去食物 譬如橄榄油 或者餐前用橄榄油 点点面包吃 其实很快就很饱 那餐不需要吃很多 即是说,橄榄油很快令你吃饱的感觉 令到你吃东西可能会少些 而你对于学食糖的甜品也会减低 所以它也会减低中盐的肥本 这种问题 所以橄榄油本身也有一种 我们叫做好像椰子油 有些我们曾经叫做medium chain 那些肥本素 所以橄榄油在这方面也发挥到 一些这样的作用 嗯 嗯 袁医生啊 那你知道我长头发 那我又不想用外面很多化学东西那些护发素 那你有没有一个护发的配方分享呢 那相当于现在都越来越多人都知道 其实坊间很多的化妆品和护发素 其实咱有很多不好的蚊蚀 那现在香港的就是卫生局呢 都开始呢 在这方面呢 做一些东西的 过去呢 它通常呢 只是在医疗方面呢 或者是个健康产品呢 它们是很严格的 那但原来发现呢 其实很多的其他的身体 一般人常用的那些护肤品 其实都可能都是很多不良成分的 那当然呢 这个不是香港的卫生署 那么那么自觉自做的 在外国开始呢 就是很多这方面的 所谓保障消费者的那些要求 那我和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 用橄榄油做的护发油 护发液那样 那情况很简单 大家可以拿一张纸 留下这个资料 那主要成分呢 就用大概两汤匙的油 就是漂亮的橄榄油 是 加上四滴 Rosemary Rosemary是迷迭香 是 那个香薰油 那如果你要找到迷迭香的那些 那些枝叶 那些枝干呢 如果找得到的就用了 是 那这些东西呢 就在香港 就是我 香港不知道都不太容易找到 都有 超市都有 都有 都会找到一些干的枝叶 是的 那你将这些东西呢 混合了之后 油和那个香薰油 先混合了 再加一些迷迭香的枝叶 那你就放在一个暗的玻璃瓶里面 是 那最好的盖呢 就要就是 很密封的盖 嗯 那你就将这些油呢 是放在窗街那里呢 就是起码接受到阳光的窗街呢 是让它浸大概是24小时的 嗯 那跟着呢 就将用一些cheese cloth 那些麻布那些东西 沙布那些 是 就将那些杂物 其实主要是那个 那些枝 那些迷迭香的那些 那些树枝呢 就将它隔掉它 嗯 再将这些油呢 是保持一些 深色的玻璃瓶 那通常现在 能够买到的 都可以一些 是 深啡色啊 或者是 藍色的 是 紫蓝色啊 总之是要 能够到着光的 那这个就是你的 就是做了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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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通常呢 就是 在 啊 应用的时候呢 就将这些 那些护发液呢 就是 塗在那些 髮根那里 是 髮根那里 整个头发呢 一直去 一直 从髮根开始 一直都塗到 那个髮尖那里 那 跟着呢 就用 带些 浴帽啊 即是 塑膠的浴帽 或者用一些 暖的 暖的毛巾 是 干暖的毛巾 不需要濕暖的 如果能够干暖的毛巾呢 就给它 15分钟 那样 有时可以 用毛巾包住之后呢 拿个风筒呢 就来到吹 那毛巾本身 都会吹热它的 那 用这个的方法 那 就是 用一些暖的毛巾 包 包它15分钟 那跟着呢 就 清洗 那个 可能 shampoo 要两次 一次 都不足够 那些油关系 那跟着呢 就 一般的情况 吹干 那 通常呢 一般的 正常的 头呢 就 或者干的头呢 就可能一个星期做一次 做这些療程 如果头发是比较油的话呢 那你可能一个月做一次 那 那这个是一种很简单的 让我回去试一下 是的 没错了 那我知道橄榄油都有很多种的 那是不是Extra Virgin Olive Oil 是最好的呢 是的 那大家有时候都有机会看到 那 不过这个瓶上呢 通常都会标明的 那 有一种叫做Extra Virgin Extra Virgin 就是说是第一浸的油 就是最初最初压榨的油的 那 跟着呢 第二级呢 叫做Virgin Oil 那就是Virgin Oil 是第二级炸的 就是炸完了之后 再炸的 再稀炸的 那 再跟着呢 就是Pure Pure Olive Oil 那其实Pure Olive Oil 其实呢 是跟着下来的了 那很可能呢 有些过滤啊 啊 和可能呢 是精炼的 其实呢 其实呢 可能会变得多些的时候呢 它可以继续要做一些 就是 步骤呢 是将它呢 是顺化它 或者过滤它 那最后一种呢 叫做Extra Light 那Extra Light呢 其实呢 可以这么说呢 就是 它已经处理得很多层次了 那所以呢 你通常呢 你去嗅一下呢 其实呢 它的橄榄的气味 已经少了很多了 那当然呢 如果我们用在食油方面 很多油呢 我们尽量呢 都是用Extra Virgin 那一层 那因为呢 那个Ole 那个Axid 很多的主要成分呢 其实呢 第一层是比较重要一点的 明白 那从买油呢 我都要留意啦 因为呢 油呢 是受光合作用的破坏呢 其实都很厉害的 那所以我有时候呢 买油呢 我都要用一些瓶呢 就不要那种透明瓶啦 用一些是有颜色的 深色的瓶啦 那就是有时候你看到一些罐头呢 其实罐头反而更好 因为罐头起码呢 咦 那我听过青肝好像都是用橄榄油的 是啊 你闻得很好 我们知道呢 是青肝胆 因为橄榄油呢 对那些 即 肝胆的问题啊 肝胆的问题 也很有帮助的 那原来为什么呢 那原来在我们的青肝胆里面呢 我们所用的呢 都是讲着橄榄油的 大家在我们前几集都讲过 都讨论过很多次的了 那其实呢 是利用的油呢 是推动 就是刺激我们的胆汁的牌子 是 因为呢 身体的肝里面呢 是有很多胆汁的 胆汁不仅是在胆囊里面主存的 其实在肝那里呢 大部分的胆汁呢 是在肝那里呢 一路一路制作出来 那很多时候呢 胆汁其中一个作用呢 是一种 就是给一些有害的 或者有毒素的 融在油的那些杂质呢 那些化合物质呢 是融在这些胆汁那里的 那在一个清肝胆的过程里面呢 其实我们可以说呢 是将我们的肝肚里面 肝胆里面的胆汁呢 是一次过呢 是冲它出来 那就是将那些杂质汁呢 是利用它的油的刺激呢 用橄榄油的刺激 将它冲它出来的 那所以其实呢 是 我通常讲的呢 都是用橄榄油 因为橄榄油也是比较普遍 是 容易买得到 原来是这样 好 多谢今天袁医生 和我们的分享 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和袁医生 会抢带以下这个电话 25773798 谢谢袁医生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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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